心血管疾病 白症主因不是反式脂肪跟含糖饮料 第一名其实是盐 美国的食物这么咸 最多盐的居然是东亚 油面会放很多盐 更加口感 酱汁、汤汁非常高盐 一天吃的奶不要超过6克 泡面1.5克 最可怕的是臀骨拉面 一碗可以到9克 是你一天半的盐料 大家觉得饮食习惯什么才是最致命的 吃很多反式脂肪、烧烤还是含糖饮料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饮食习惯是真的很重要 全球死因理念跟饮食相关的 可能有占到20% 前阵子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期刊 它是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 三年前的报告 重量级分析了195个国家的饮食习惯 跟疾病情况 他们选出了15个 已知对健康有害的饮食习惯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是好的营养吃太少 包含蔬菜、水果、犬骨物、膳食纤维、坚果、钙、豆类、牛奶、Omega3 跟不饱和脂肪酸 另外一个则是坏的东西吃太多 包含钠 就是食盐啦 红肉、加工肉、反式脂肪跟含糖饮料 结果呢 中国是高风险的橘色 这在它的危险分类里面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红色 但是日本跟韩国却是最低风险的紫色 而且这个低风险是真的很低喔 比欧洲还要低 台湾跟加拿大一样都是低风险的深绿色 比日本跟韩国差一点点 他们主要是分析有多少是饮食习惯造成的疾病 那还有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有多少 排名前三名的疾病是 心血管疾病、癌症以及第二型糖尿病 日本跟韩国的心血管疾病 还有糖尿病的风险都是最低的 那人口最多的20个国家里面呢 中国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癌症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但分析下来却发现 造成这些疾病的主因不是反式脂肪跟含糖饮料 第一名其实是 所以营养素不足其实是死亡原因的前几名 再来才是反式脂肪、加工肉类、红肉这些大家平常害怕的东西 有趣的是 牛奶也蛮不重要的 他在倒数第二位 反而豆类的排名前面很多 这是不是跟大家平常的观念很不一样 我们一天到晚在害怕致癌物 结果最危险的反而是盐 其实我看这个表格的时候非常意外 美国的食物这么咸 但吃最多盐的居然是东亚 其实就是指中国啦 第二名呢就是这些高收入的亚洲国家 包含韩国跟日本 可是亚洲的食物名就没有那么咸啊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的饮食里面有很多隐藏盐分 比方说高糖里面通常加非常多盐 再来就是烘焙的食品 比方面包跟白吐司里面 可能会加小苏打 小苏打是有含钠的嘛 再来就是他们可能会加盐 去增加面筋的韧性还有口味 最高的呢 其实是油面 油面会放很多盐来增加口感 这样它的弹牙度才会比较好 而且沾面的酱汁 汤汁也非常高盐 另外一个很高盐的就是贡丸 鱼丸那类的 他们必须要在里面加非常多盐 才能够让它的蛋白质溶解 整个口感才会好 味道才会好 最后呢就是很多零食里面也有高盐分 所以如果来看数据 这份研究是建议你一天吃的那 不要超过6克 最好在3克以下 那通常贡丸汤一碗 就0.8克 所以差不多喝个3-4碗贡丸汤 你今天的盐分就满了 白吐司也蛮高的 是0.5克 凉面泡面一碗大概有1.5克 最可怕的是豚骨拉面 一碗可以到9克 你吃一碗豚骨拉面 是你一天半的盐量 那如果大家要避免吃这么多盐 除了避开高盐分的食物之外 家里面可以换成滴钠盐 滴钠盐里面是假 那我们大部分人的饮食 都是钠太多 钾太少 所以换成低钠盐 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选择 钾也可以避免感染心血管疾病 不过呢 钾不管是吃太多还是太少 都不好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病 或者是已经有心脏病的 通常也不能吃低钠盐 那就算你是一个健康人 改用低钠盐之后 也要用少少量的就好 吃太多也会有问题 所以提供大家一个小技巧 盐要最后放 如果你盐一开始就加进去 就会被这些食材吸收 吸到肉里 吃起来就会不怎么咸 但是盐分其实很高 如果你是在上桌之前才加进去 不管是汤还是炒菜炒肉 那些盐都是覆盖在表面 你就会觉得咸味比较明显 那除了盐之外 第二影响的就是水果跟全穀物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吃到建议的量 全穀物还蛮好理解的 我们现代人都是吃精致的淀粉嘛 白米啊白面 这些是不算的 但如果是全卖糙米的制品 是可以算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吃全穀物 多吃糙米啊 因为这样才可以摄取到完整的营养 白米白面就只有淀粉而已 至于水果建议的量 香蕉容易 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应该是有打标的 他建议每天要100公克 这差不多就是一根香蕉的量 最好要超过250克 大概是一颗大苹果 但吃水果的时候呢 要尽可能选不同颜色的 五色蔬果才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因为我们吃水果主要是为了他的 维他命跟植化素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推广低糖饮食 都说你水果要节制 不能够吃太多 这个的确是没有错的 但是水果也是维他命跟植化素 很好的摄取来源 如果你为了健康减肥不吃水果 那你蔬菜要吃更多 而且一定要记得摄取各种五色的蔬菜 但这份报告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 这个在研究里面是没有特别强调 但他说日本跟韩国是风险最低的国家 中国却是高风险国家之一 但两边的饮食习惯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去看了他们的补充资料 这个是各国的风险评估图 数字越低的是风险越高 那我们刚刚讲的前三个危险因素 高纳、低水果、低权谷物 中国跟日本的评估是一模一样的呀 我们来看中国 这是紫色的第一根 跟日韩 这个是红色的第一根 可以看到日韩吃的盐分 的确是比中国少一些 但是水果跟穀物是差不多了 但是日韩的Omega 3 根本吃到爆表 Omega 3在鱼里面很多 日本跟韩国都吃非常多海鲜嘛 而Omega 3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避免身体发炎 进而达到避免癌症 跟低热型糖尿病的效果 所以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蛮合理的 只是健康的饮食真的很贵 大家看这个世界地图啊 有没有发现高收入的国家 风险都比较低 我看这个研究 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研究 他们都会做一个结论就是 穷的国家真的很难有健康的饮食 因为这些高昂养的食物 穷困国家的人民 真的是比较买不起 所以很多这类的分析报告 都会讨论 要如何让健康的食物 可以在更多国家被取得 其中特别贵的就是水果跟海鲜 这也大概是为什么日韩的风险会这么低啦 画这个油纸的创作者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意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我给大家看更多有趣内容 各位订阅 这 我 这